Hello 大家好 出春圖 近兩天股市升到砰砰聲 與此同時金價再創新高 有朋友今天走過金譜 突然間一望 原來現在的金價這麼貴 不經不覺已經破了三萬元一兩 真是升到一發不可收拾 曾幾何時大媽下來搶金的時候 都是一萬四千多一兩 現在升了一個雙倍 老叔虎說得對 買金有買貴沒有買錯 匯豐也會買錯 買金一定不會錯 長遠都是升的 黃金基本上沒有輸 現在什麼都下跌 只是金價升的 賀伯買給何太 富樓升除 每隻三四兩 起碼幾十萬又升了值 今天現貨金一度 升至每盎司2,670.43美元的紀錄新高 較早時仍然在每盎司2,658美元的水平上上落落 誰知今天突然一下彈上去 主要銀行都預測 未來一兩日可能會看到每盎司2,700美元的水平 有分析師更預測更樂觀的看法 說明年金價每盎司可以上到3,000美元 為什麼金價這期不斷升呢? 因為中東正在打仗 避險需求支撐 黃金繼續上升 以及內地銀行宣布減息 美國公佈9月消費信心指數 亦不如預期 美元走勢偏弱 這些因素總總是帶動金價狂飆 男人沒有百兩金真的不太行 現在金價升穿3萬元一兩 不知道 萬4元的時候你說貴 現在3萬元覺得貴不貴呢? 有沒有想著繼續高追 買幾兩投資或旁一新呢? 不過如果想著結婚 新郎哥壓力真的好大 現在什麼都貴 金價又貴 酒席又貴 只是人工不加 那是不是要找一個 跟你講心不講金的老婆呢? 好 這集就看到星期三 支持我 記得訂閱